男子被警方壓制 在地還不斷掙扎 原來這名裝姓男子 酒駕拒解 甚至還惡劣 撞警車逃逸 面帶警方訓問 裝姓男子醉到 連話都說得不清楚 完全不知道 自己已經闖下了大禍 不斷推脫 狡辯 最後乾脆蹲坐在地上 新車記錄器明顯 錄下前方裝姓男子的小客車 左搖右晃 十三號凌晨 裝姓男子在林口應酬 要開車回板橋 新京台六十四線時 被巡邏經過的 寶大霹靂小組發現 裝姓男子相當狡猾 先是假裝停車 之後加速衝撞警車逃逸 一路追到了 縣民大道和民生路口 裝姓男子左轉第二次撞上警車 警方趕緊下車帶人 裝姓男子酒測值 達到零點六億毫克 那他明顯 社就是已經犯了公共無限罪 還有一條妨礙公務罪 那警方證訊後 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應酬喝酒 還硬要開車上路 甚至二次衝撞警車 態度惡劣囂張 還好圓警沒有受傷 否則裝姓男子 這麼賠都賠不起 記者侯宇祥 夏君臣 林朱芳新北市報導 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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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